的優勢就是在上禮拜 比賽目前來到是三局的上半 大家輪到是第四棒的林毅全 這個球打成了在中外野方向 剩餘的飛球中外的時候 往後去追 這球到牆邊的 上去了 紅不肉 直接被林毅全扛到了在中間方向了 形成了全雷打 陽春全雷打 本季的第十一轟 沒有話講 這個球打得很乾脆 完全咬中這個球 對力量的延伸做得很好 分數慢慢拉開到四分 今天上來兩次都敲出安打 而且都帶有打點 對 他的狀況很好 他是有機會衝到四成以上的打者 所以兩次安打都帶有打點 這對於他目前在安打 以及打點的領先者 是有很大的幫助 緊接著方克偉也敲出了安打 麥格倫現在 對方表現得不錯 是 我們再來看剛剛被林毅全打的這個球 太甜了 紅中 幾乎中間進了 而且他支球也沒有什麼偽進 剛好過而已 因為陳青虎的拳來打強是滿高的 這個時候上來喊暫停的 先發投手在 兩局多一點點的 已經被打得有六隻安打 所以這時候上來喊暫停 不用勉強 該換還是要換 尤其是現在當然球隊的戰績是最重要的 現在踩住煞車都還有機會 如果這樣的投下去 應該不只掉四分 目前是掉四分 現在已經 才打兩局 第三局剛開始而已 換掉了 是 林毅全打全力打 大家以為是張文宗打全力打